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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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個星期女明星Lizzo 創造了歷史 so here's the story behind this flute this was from the early 1800s and this was a gift James Madison from a French crystal flute designer 去祝福他的第二次生日 有火当时他在家里 唯一两个事我会说是 这张照片的 George Washington 和这张照片的蜜蜜 这张照片 的確是創造的歷史 就跟東貞十字軍一樣 跟鐵達尼號一樣 並不是所有的歷史事件 都值得慶祝的 絕大多數的歷史事件 都是災難 剛剛那個你看到的 就是災難現場 我不太知道Vizel是誰 事實上就是我不太知道 現在所有的明星 你可以問我太太 我知道現在都還留在這個 幫喬菲那個年代 Bon Jovi 因為這個新聞 我上網看了一下 原來Lizel是一個非常厲害的 長笛手 但是這個歌手 不應該有這個特權 來去彈奏麥迪遜的 水晶長笛 第一個Lizel不是一個有尊嚴 體面的人 他可以是個很有尊嚴 然後很體面的人來吹這個 美國重要的歷史文物 但是他選擇穿成那個樣子 動作在那邊搖屁股 來貶低我們的建國國父 那第二個 這一整段鬧劇的目的 只是為了來打壓 或者是嘲笑麥迪遜 跟美國所有的建國國父 以及美國的歷史的本質 紐約時報上面是這樣說的 這是一個象徵性的時刻 當Lizel吹了麥迪遜的水晶長笛 這代表了一個高人氣的女性 為音樂家 饒舌歌手 彈奏了一個 曾經在維吉尼亞州 整個家都是建築在黑奴制度上面的 無價之寶 而且拿這個笛子給他的人 還是美國國會土書館的館長 簡單的說就是 這個表演不是為了要榮耀或者尊榮這個國家 或是麥迪遜這個人 目的只是要看起來像復仇 對一個已經死了好久 該死的白人至上的人 以及他代表的國家的復仇 這個表演代表著一個解放 一個自認為長期被打壓的受害者復仇成功 當然Lizzo這個女的很明顯的沒有被打壓 她之前還去領獎了 然後現在還可以催這個長笛 我們的建國國父也不是一群壓迫者 而且我們的國家以及這個水晶長笛的主人 不應該被這個樣子嘲笑 在台上被這麼沒有尊嚴的對待 這的確是創造了一個歷史 是一個充滿羞辱、悲賤、無恥的時刻 就跟現在所有左派的政治議程一樣 說到名字裡面有Iz這兩個字母的女人 全球環保運動的人士Ezzy Cook 上了電台不小心的說出來 整個環保運動節能減碳跟左派的方向 有多麼的假冒偽善 有多麼的噁心 所以我們必須要去遭遇 去遭遇的遭遇 去可以飛機 那是一件事 你可以看來做 我可以去Fiji 是這需要嗎 在現時的環保運動 我不認為這需要 是需要 當時你會在船上 嗯 不確定 可能幾個月 去Fiji Fiji Izz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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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回应 如果有人在那边跟你说什么 气候变迁 全球暖化 世界只剩12年 地球末日 遇到那些神经病的最好的方式 就是嘲笑他们 我们也认为气候在变迁 但是我们不相信地球会毁掉 气候每一年都会变迁4次 而且很明显的是那些在传达这些资讯 这些有头有脸的大人物 他们自己也都不相信 如果他们真的相信坐飞机 就会导致世界末日 那他们还继续坐的话 只有两种可能 就是第一个 他们根本就不相信自己说的话 第二个就是他们 是一群丧心病狂的变态 想要导致世界末日 但是他们还是常常坐飞机 比我们这些一般的人常坐多了 所有这些全球化的倚城 说什么我们要开始吃炸猛 虫多好吃啊 又营养又高蛋白 然后什么我们要节能减碳啊 不要有自己的人生 不要有自己的家庭 要住在一堆这个胶囊里面 不要吃肉 肉食不好吃素 不要喝牛奶 不要坐飞机 不要开车 要救地球啊 地球只有一个啊 说这些话的人 几乎每个人没事就坐着私人飞机 没事就飞到地球的另外一边在那边度假 滑雪 不管是跟家人或是跟另一群说这些话的有钱人在那边一起爽 所以说我们根本就不需要理会这群人在说什么东西 但是我们的确要知道这是一场政治运动 我们要认知到这一切的动机是什么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有钱人 这么多的政治人物在那边吹捧气候变迁 全球暖化这些东西 真的是因为什么科学吗 是因为他们真的相信吗 当然不是 绝大多数的时候都是为了这世界上最吸引人的两件事 权利还有金钱 这会让他们得到更多的权利 他们的科学研究会更有权利 他们的国际政治会更有权利 还有包括他们使用的这些大公司 他们支持的大公司 就用COVID-19做个例子 为什么几乎所有的大公司 还有所有的大的集团 还有政治人物 不管左派还是右派 都支持着关闭整个国家 真的是因为他们认为我们只要跟彼此接近超过六英尺 然后把什么脸上的遮羞布拿下来就会死吗 因为他们真的在乎我们吗 当然不是 因为他们常常不遵守他们立下的规定 只要摄影机没有在拍的时候 他们就把他们的奢修布拿下来 加州的州长Gavin Wilson 会跟一堆人去branch laundry 很高级的餐厅用餐 全旧金山只有Nancy Pelosi's可以在外面洗头 所以这一切都只是假冒伪善吗 或者是他们也是人啊 对不对 跟圣经说的一样 圣经的律法在那边 但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的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还是一个神学院的学生跟我讲的 在那边跟我说什么 你看所罗门王啊 你看大卫 你看摩西 我真的当下觉得说 你们把他们这些人 放在所罗门王 还有大卫 还有摩西 一样的位置啊 神学院们 你们到底在教你们的学生什么东西 那他们的意图是什么 我们就拿新冠肺炎来讲 新冠肺炎做到了一件事 就是人类史上最大的财富转移 中小企业跟普通家庭的手中的财富 转到了大财团跟政府的部门 绝大多数的事件都有非常大的 金钱利益跟政治权利在里面 就跟二战结束的时候 英国首相说的一样 Never let a good crisis go to waste 永远不要浪费一个好的灾难 就跟你在你跟老板要加薪的时候一样 有没有发现 平常老板都开名车 住大方 然后说什么自己去哪里玩 然后说你好好努力 有一天就可以跟他一样 然后你跟他说 薪水可不可以高一点 我可不可以请个假 这个时候就变成 你也知道的 公司最近大环境不景气 然后股市低迷 客人又要来 招呼他是你们的责任嘛 说真的 就是要嘲笑他们 这一切都只是假冒伪善的行为而已 那这一切有多愚蠢呢 真的相信的人是多脑残呢 佛州不是上个星期有个预风吗 可能造成非常大的灾难 在佛州的人 在有这个防台准备的时候 可能叫防预风准备吧 防具准备吧 Joe Biden说 对于预风最好的防范措施 就是去打疫苗 让我确定 如果你会在一个国家 这一切会变得很复杂 当预风来袭的时候 海水倒灌的时候 停电停水 你站都站不住 你这一切会变得很复杂 当预风来袭的时候 海水倒灌的时候 停电停水 你站都站不住 没有东西吃 你这一切会变得很复杂 你被卷在空中 跟车子还有招牌卷在一起 命在旦夕的时刻 你可以放心 因为你不会得到新冠肺炎 当然这个警告不是针对这个伊亚台风 是在说所有的台风 但是就跟所有的气候变迁的议程一样 告诉你哦 世界末日要来了 地球完蛋了 那会发生什么事 会变得太热 全球暖化 变得太冷 冰河时期 会下大雨 或者是会全球干旱 会这个会那个 不过 不管会发生什么事 如果你想要阻止这一切的话 你知道唯一解决的方法是什么吗 你就必须放弃你的人权 你就必须放弃你的自由 为了大义 为了生存 你就必须要放弃你这个国家的主权 为了停止全球暖化 你就必须要停止赚钱 关掉你的生意 你就是要把你所有决定的自主权交给那些专家 教授大公司 然后他们刚好都跟政府机关有关系 我觉得没这回事 我觉得这一切只是使用恐惧治国 让人无脑的攻击自己的灵舍而已 使用这个方法的不只是拜登 不只是民主党 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在使用这个样子的方式夺权 这个是常态 这是基本常识 这是国家的方向 所有国家的方向 这是圣经说会发生的事 再举个例子 来自明尼苏达州的Amy Klobuchar 我认为她是一个比较稍微有脑 而且可以沟通的民主党之一 她说你想要阻止预风清洗美国吗 你想要把大自然掌控在你的手中吗 那唯一的解决方式就是 投票给民主党 我真不知道为什么吃相这么难看 难看到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形容 佛州有人的生命受到威胁 生意可能毁于一旦 公司可能保险公司都赔不起 然后你在这边说你想要阻止颱风吗 那就投给民主党吧 在世界历史上只有一个人可以控制天气 他说话的时候 然后暴风雨就停了 历史上只有一个人 而且我很确定的是 那个人不是Joe Biden 也不是欧巴马 就算欧巴马那时候在选总统的时候说 只要他当总统 海水就不会升高 地球就会自然恢复 真的不是我每次 爱说这些人在崇拜偶像 在偶像崇拜 欧巴马真的就是在把自己 当成偶像的崇拜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回顾一下他当时说的话 这些人看起来有多么有说服力 这些人看起来有多么有说服力 只有一个人 大概在2000多年前在这个地球上真的可以做到 剩下的就全部都在唬烂而已 但是有没有人真的相信那些人说的东西 还真的有 但这只展现那些人有多么的狂妄自大 他们真的可以认为他们可以控制在太阳下的所有东西 一切事物 就跟建造巴别塔那些人一样 还有那些 当然还有那些利用这个议题 这些机会主义者 跟邪恶的人 他们只会说一堆没有任何意义的大话 承诺一堆不可能实现的事实 我们在说我们的神可以控制天气可以控制一切 我们的神很伟大 他们在说他们可以控制天气气候 只要我们把他们当神就好 然后他们的预测永远都是错的 然后他们说我们是笨蛋 我们蠢我们天马行空 我们保守我们老骨斑 但是当你真的把权力给他们的时候 就像这一次的疫情 真的就是创造了一个左派的乌托邦了 我们真的把所有的权力全部都给他们了 结果他们的建议全部都是错的 他们的未来方向全部都在扭曲 而且他们不想要放弃他们的控制权 说到一群失去控制的人 无法自我控制的一群人 VICE这本杂志刚发布了一个同情性侵犯 甚至性侵累犯的一个影片 就在说他们也是人啊 他们跟一般的人没什么不一样 我们要重新接受他们回到社会 然后这个纪录片的结尾可以告诉我们 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以前很喜欢看VICE的东西 他们常常会指出一些社会问题 当然我以前也是个大左派 这个杂志都会说什么 这一切都是社会的问题 我们有太多的压力放在这些性侵犯的身上 种族歧视 性别歧视 贫穷 是社会毁了他们 如果我们的社会不是一个白人至上 种族歧视 资本主义的社会 他们就不会去性侵啊 他们就不会去当性侵犯啊 我相信他们真的就是抱着这个心态 他这个纯真纯朴的心态去拍这部纪录片 真的就是很想要帮助这些性侵犯回到社会 然后最后一段结束了 访谈之后 他就寄了他的小弟弟的照片给我们的制片人 真的是让我感觉到 我们真的要非常的谨慎 谨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美德 也是左派最不在意的生活方式之一 文化 价值观 各方面我们是要非常小心保护的 而且是需要时间证明的 有的时候 我在跟保守派的人讨论事情的时候 会有就是 Ethan 你怎么就是这么死板啊 香烟一年杀了这么多人 为什么你只支持禁止大麻 然后不支持禁止香烟呢 对不对 你以前不是觉得说同婚无所谓吗 为什么你现在完全反对同婚了呢 我们要怎么样确保人权 同时又要确保同性恋族群的人权 我们要怎么样同时赦免这些罪犯 但是同时又要确保有正当的正义 要怎么样断定哪些人可以回到社会 哪些人必须要继续服刑呢 答案就是 要非常的谨慎的去做每一个决定 还有要有一个非常基础的标准 为什么Lizzo不能吹水晶笛 你不要吹这个麦迪逊的水晶笛 会不会是因为你种族歧视呢 你会不会让其他的人 吹麦迪逊的水晶笛呢 yeah 我认为一个乐器主要目的 就是要发出美妙的声音 如果一个人可以吹得很好 而且是要把这个荣耀赋予到这个乐器上的话 那就应该把这个机会给他啊 那为什么Lizzo不行呢 因为Lizzo穿成那个样子 在台上摇屁股 不用说不像个音乐家 甚至不像个正常人 他在做的事情就不是一个端庄的事情 如果一个乐手他真的穿西装打领带 非常的优雅 或者是穿长裙非常的优雅 做了一个非常棒的表演 他形式端庄的话 那就是应该被尊重 如果今天我们在讲我们美国的一个文物 一个建国国父留下来给我们的古迹 我不想要这个文物被糟蹋 我们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 是要非常谨慎的 就跟面对犯罪的时候也是一样 他们应不应该回到社会当中 他们应不应该继续被关 要做这些决定是要非常非常谨慎的 我们的生活里也是充满了这种 看起来没什么的东西 我们也常会告诉自己说 就这一次应该还好吧 一下下就好吧 吃一点就好 喝一杯没茶 撒个小谎反而是善意的 但是常常这些事情就是会有裙带效应 会把我们一点一滴的拉下去 所以说我们在小处上就要谨慎 而且凡事更要用圣经来做我们的 道德价值观标准 而且千万不能把圣经断章取义的 当做是我们的理由 我没有去看圣经 但是我有去教会听讲啊 我没有去教会 但是我天天祷告啊 常常最后就会变成 圣经说的不一定是对的 圣经不一定是完整的 我们要对自己追求完美 不要给自己找理由 我们就是要有信心 可以靠着耶稣的带领 最终得到胜利 我们可以战胜我们自己 有一次我被问到 你在这边做AI News跟PHC干什么 又没人看你的这些节目 你最终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当时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大概在半年前左右 要是我现在回答的话 我的回答是 我希望我做的这些影片 有一天会被说成一点意义都没有 这都已经是大家的常识了 大家都这么做了 全世界讲中文的人 都充满着道德跟美德 都遵守实戒 都很自重端庄 不会贬低别人 也不会攻击别人 这大概就是为什么 我们每天都在这边 写新闻写稿 录影的原因 因为我们想要把正义 美德 道德 重新的变成每个人的基本常识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Edan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AI News 各位组内家人们大家好 我是周一方牧师 很高兴我们身处这个时代 可以一同走入虚拟世界进行冒险 相信接下来的系列课程 既会适合入门者 也会开启前瞻性的发展路径 既将探究相关神学 也将令您感到新鲜有趣 既要一窥元宇宙轮廓 也要分享基本具体技术 我们在此诚恳地邀请您的参与 到时候见咯 课程日期及报名资讯 请见以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